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来到向选民报告的现场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有沈富雄委员 刘亦宏先生 唐湘总先生 林玉芳委员 徐家清发言人 那今天我们还在来看 郁牧民昨天向宋主席喊话 说既然国亲不能和 就亲 国亲不能和 就亲心和 亲心和 当然不是说合成一个党 合作了 合作 那什么合作呢 就是说宋楚瑜下来选 不分区第一名 郁牧民下来选 这个新党不分区第一名 然后两边如果都能够破5% 都能够有党团在立法院 就两个联合起来制衡国民党 就蓝营再也制衡国民党 一个联盟 就郁牧民这样想的了 那当然这样讲以后 亲民党今天有回应 那亲民党骂一名叫做 爱吃又装淑女 爱吃又装淑女 这骂很重啊 没有 这不合逻辑 不合逻辑 这个侮辱很多爱吃的人 爱吃跟淑女有什么关系 你可以既爱吃又是淑女 对啊 我淑女也可以喜欢吃 人家是说什么 男道女娼又要离政节排防 吃的意义不是这样 吃的意义不是这样 那是爱吃又够小人 就是爱吃又装 爱吃又装淑女 意思不是吃东西 没有这样的成语 对 但是她意思是这样的 好不好 逸弘兄你觉得她意思是什么 我觉得她爱吃装淑女 就是好像是你 爱吃又装淑女 对啦 有这个味道在里面 有这个讲法吗 不是 真的你喜欢吃爱吃又装淑女 不是吃饭的吃就是了好不好 那个吃是男女 男女之间的吃 好不好 这跑社会新闻的一红表演学问 我们看一下新闻带来 一大早召开记者会新闻主席郁务明自开证据 挑明了要单挑宋楚瑜 宋主席她说她是金国先生的子弟兵 她一路追随金国先生 宋先生也一直说她是热爱中华民国 假设站在这两个基础上面 宋楚瑜主席她应该考虑到的 不是取迎合李登辉老先生的骑马保台 那么她应该继续 能不能亲民党跟新党合作一下 大家努力一起来冲破5% 郁务明邀赫宋楚瑜 各自列民不分区的第一名 冲立委席次 创造国亲心半蓝三赢的局面 但重点是要宋楚瑜先放弃选总统 希望郁主席管管自己的事情就好 他不要在那边爱吃又爱装淑女 自己想要立福温区第一名 然后又找不到理由 就拿我们来垫背 亲民党奉刺郁慕明 亲心合作八字都没办 撇更别说宋楚瑜为此而放弃选总统 你觉得亲心有什么好合作的吗 国亲不能合作 郁主席其实是杀手之一 短短5分钟的回应新党喊话 亲民党明着骂按着奉 态度摆明 要谈合作何来容易 追选战李世健台北采访报导 好那么亲心不能合作 郁主席是杀手之一 来来来 乡长 他为什么是杀手 我刚刚脑筋转了 现在想不太出来 我觉得他说杀手 当然新党或者郁慕明 在国亲的那个爱爱美美的时候 他确实在第一时间 然后跳出来 对宋楚瑜的动机 有了很多的质疑 这个其实其实我觉得也不需要为郁慕明会了 那他确实他的立场是很清楚的 他强烈的以一个一个测意的角度去质疑宋楚瑜的一个参选的动机 所以才会在新党的成年礼上面 他们会有一个就是说礼办阴魂不散的那些的描述 本来那个办还是要用礼宋 阴魂不散 就把那个宋拿掉已经很客气了 他用礼办用盖瓜的方式 那我觉得郁慕明今天的讲法 我觉得有虚有实 就是虚的部分来讲 他当然有一点 有点在揶揄中 宋楚瑜 或者说在吃宋楚瑜豆腐的味道 老实讲 如果清新之间能合作的话 那国清新都可以合作了 你想清明党如果能跟新党合作 就是新党我不能说新党完全是建立在 就是说跟宋楚瑜的这种敌对的基础上面 可是那个历史被背景包括组成在内 是历历如在目前 在那个过往的时候 就对宋楚瑜这个人 我常常开会讲 国民党里面就是说 没有人有资格去骂宋楚瑜 或者说去敌视宋楚瑜 可是郁慕明新党绝对有资格 郁慕明或者说新党 他们对于宋楚瑜的内容 我不能说辽若指掌 可是他们有一以贯之 长时间的观察跟互动的经验 但是我觉得今天郁慕明 谈了这样的一个内容 固然不可能轻心合作 可是主要是 我觉得宋楚瑜 不妨认真听一听 郁慕明的讲法 就是希望你回到 争取不分区的位置上面 而不要纠缠在 那个想要选领导人 而一选领导人 要去拉抬不分区 跟所谓的 跟他的一个区域立委的 这样一个政治动作 因为这个动作最后可能会删 删出 清兵党你可能总统 当然选不上 坏了泛滥的大局 同时你的不分区立委 你很可能因为宋楚瑜 这样的硬干到底之后 政党不要过百分之五很难 你区域立委也不会选得很好看 我觉得郁慕明的那个提醒 他其实在提醒宋楚瑜 你是不是要回到你七月份 之前的那个初衷上面 但是我觉得以目前的 政治气氛来讲是不可能 他的初衷是什么 就是他最早他讲 他并没有参选总统的意愿 他在七月以前 他说没有 我连那个都不相信 没有关系 最早他当初的讲法是这样 他所有的部署都是为了 希望自己 希望清兵党在国会 有一个党团 那郁慕明我相信 他可能也跟沈大老的看法一样 我也不相信你 可是既然你这样子讲 我就把你当当真的 那你是不是愿意回到七月份以前 那他的建议大概就这样而已 那沈大伦怎么看 是这样 郁主席这样 解剖刀一出手啊 真的很狠 而且杀到这个清兵党的要害 所以他今天的反弹啊 反应非常的剧烈 但是你注意到 宋主席本来没有讲话 因为太难看了 这不是我说 下次对上司 发言人去处理就好了 所以他一句话都没讲 那他这个吴孔宇讲 就讲得很难听 而且很重 什么俗女啊 什么这个爱家 偷吃啊 这个都讲出来了 但是呢 人在生气的时候的回应 往往会露线 就好像昨天他讲说 你自己不去问国民党 看看国民党领不领情 你这个领情的意思 就是说 如果你要出来选部分区 哪里需要国民党领情 因为国民党你选部分区 都会觉得国民党是不利的 那你只有对国民党有利 国民党才需要领情 那什么部分 就是不选总统的部分 所以吴孔宇在念头里头 如果你要我们的老板 不选总统的话 那国民党领不领情 这个也是傅昆琦在媒合 包括我们湘龙大哥 这一次也里面 有关系啊 有关系 就是说国民党 你不能完全不付代价 就让我们放弃我们这一招嘛 所以你看看 今天预主席不是只有一刀而已 长是大刀 今天是用小刀 因为旁边还稍微轻轻 今天的第二刀也很厉害 你不得不佩服预主席啊 另外他都用一项傅昆琦 你看他要傅昆琦出来 说我说这样好不好 这个就是接着我们唐湘龙事变的余序 因为因为你想要傅昆琦出来 就是说好意嘛 假薄嘛 一头热嘛 自己解读 宋楚瑜要什么东西嘛 但是里头有很多是媒体故意夸大 或者中间人传后的人加油添醋的 但是很多人遭殃 亲民党遭殃 我觉得国民党尤其是金普通也遭殃 这个显化不表 问题你今天吴昆琦说的话 就是他说吴昆琦出来 他叫那个 不是 预主席叫那个 叫那个 不是不是 叫傅昆琦 叫傅昆琦表态 为什么 因为预主席的前半段的利润 傅昆琦是同意的 就是我们都同意 宋楚瑜是能干的 要为国家做事的 要想尽办法回到政坛来的 但是下半段 他僵了傅昆琦一军 就说你如果要这样做 你自己出来做就好了 你自己变成布囊区就好了 为什么要有人穿梭 为什么要去跟国民党讲 你就是说我这样做 你要领钱啊 你要回馈啊 所以你看他今天向傅昆琦 喊话傅昆琦没有回应 因为傅昆琦无法回应 傅昆琦可以回应前半 但是无法回应后半 这是老毅的厉害 你跟他相处那么久 你难道不知道吗 老毅真的厉害 好不好 这个是议员发言人 但民进党现在可能看 哇 这个蓝颖这样 这个党那个党这边的话来爆去 隔山关湖斗 民进党怎么看 其实我们还是本着 这个民主的基本精神 尊重 当然是尊重 但是我们除了尊重之外 我们其实有一点点小提醒 就是说当大家都来说 泛蓝大局怎么办的时候 其实这个都站在一个特定的立场 站在政党的角度思考 那谁来为人民想 我们难道不管人民死活吗 难道我们传统的选嫌语 能公平竞争 这些基本原则都置之度外了吗 我相信我们在座这些 包括我们的名嘴或者是名带 大家都说 我们出来就是要为民服务 我们就是要为国家的这个利益着想 可是讲到真的生死投票的时候 都往往站在自己的立场说 我非要你死不可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今天很奇怪就是说 亲民党要出来参选 然后居然有这么多的人在旁边 在那边一直在拉扯 他说不要啦 不要啦 我觉得很奇怪 这样的一个过程实在不是太健康 本来要选举就是人的基本的权利 只要符合这个中华民国法律的规定 大家都可以参选 那也不必要说这个人要参选 另外一边的人就在敲锣打鼓 然后另外一边的人就要 就是要非给你斗的你死我活不可 我还是觉得尊重 而且我相信人民也自有判断 所以反而越拉扯 相信会对双方都造成伤害反而不好 你看习发言人多害怕宋楚瑜不要选 你看多害怕他真的只要选不分区 你栽账 我认为在亲民党无分率的眼中 他是看不起一目明论 他虽然是党小党 但是他认为我这个党是比你那个党大的 我这个党有可能过门槛 你那个党是不会过门槛的 那他们认为说今天因为 郁主席不必遵送嘛 郁主席遵什么送 国民党为了他这选举他需要遵送 郁主席不必啊 所以他该砍宋楚瑜就砍宋楚瑜 这一点对亲民党感觉是心中是很气的 对啊就是到底国民党会一路遵送到底吗 老师你觉得国民党会一路遵送到底 我觉得他尽可能忍啦 尽可能低调尽可能冷处理 越长越久越好 因为他自己让他沉淀的结果 对送是不利的 但是郁主席这一道我认为不是吴昆宇看不起他 文贵宇恨得牙痒痒的 这么小的一个党的领导人竟可以让我们这么难看 因为他是把他丑陋的把他的面具拉下来 讲白了就是说你真的那么有能力 真的想为国家服务 那可能的路径 比如说分区啦不分区啦总统啊 这一条路我给你指引的这条路 是最容易最明显的嘛 你现在舍此路而不由啊 你原来在说那些都假嘛 你看这个多难看 你被人家点破的时候 老师长你难道不难看吗 好吧 郁方兄 首先我要讲我现在年纪越大 越不会吵架 不可以卖了 你在我们这些人面前不可以卖了 第二点 第二点 不仅不会吵架 看到人家有时候吵得很凶的时候 以政治人物立场来看 我觉得不是太好 尤其用字我都认为 大家都应该要稍微注意一下羞耻 把女孩子淑女给偷下来 我觉得不太好 我觉得我大家对女性要有足够的尊重 这个庄淑女这种解释那么多 我认为浪架很多联想 我认为不好 但是说政治人物一定会生气 你会讲气话 但是尽可能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女性 另外我看这些事情是不容易回头 我曾经是非常的 就做了很久的美梦 我是觉得说蓝军还是 应该只有一组人出来选比较好 看起来美梦是最不容易成真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 由来美梦最异形 最异形 至于说 不说国民党也好 或是你说郁主席要去讲说 希望宋主席不要出来选 但刚刚许发言人讲 这民主国家嘛 只要合乎法律的规定 谁都可以出来选 可是像我们这些政治人物 坦白说蛮惨的 因为我们每天在基层 每天在基层 那自己就给你很大的压力 这总结说你们为什么搞不定呢 你们难道不去谈吗 谈不成吗 我看不是只有这样子 我看那个谁是最激动的 我们这个 在我们的名嘴之一 他是最激动的 他每天讲 讲得好像说你还不谈吗 你都快死了 你都不知道要去谈吗 我觉得这个在旁边 然后人家吃米饭你发羞 中信 中信 我认为人家吃米饭你发羞 我跟你讲他就叫到火 火山行要爆发这样子 我觉得很多事情 不是说你去谈就可以谈出结果了 我觉得有些东西 你尝试努力过吗 我觉得每一个关心的人 很多人都努力过 关心的人都努力过 那么困难吗 我说老实话 我们真正能够跟明嘴 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 你知道吗 我们如果只要像明嘴这样讲的话 把自己所经历的事情拿出来讲 每一个大概都会让你的收视力 都会提高很多 可是当我们当自治人物的 其中一个必须要信守的原则就是 你是不是不能讲嘛 就是这样子嘛 就没有办法讲 所以我只能说 大家都努力过 而且非常努力 但是就是不成嘛 不成又怎么办 好 玉冠先生 我们一个个来请教 你可以不讲那个细节 你认为有多少人努力过 我认为很多人都努力过 10个 20个 30个 50个 只是努力的程度不一样 但是那种焦虑 那种关切 而且那种期盼 我认为两方 两兆都充分的感受到 不过我看到媒体当时 好像都没有受到授权 比如说你努力 也没有人授权 是你自己热心嘛 是不是这样 自己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觉得 我只能讲 大家都可以感受那种焦虑 跟想要让双方能够妥协的这样子 那你觉得关心在哪里 我觉得关心的地方 因为我讲的第一个 大家真的是 是积怨可能已久了 那种心结不容易化解 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 那我有什么损失吗 我灾坏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了 你如果一方存着这样一个念头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 我们在研究所交危机处理 这个是典型的危机 是最难解决的危机 所以我交危机处理 我就讲一件事 就是说最好能够预防危机 等到危机真的发生的时候 你用多少个资源 你有时候都是没有办法解决 危机里面是有一种危机 就是绝症 就是癌症 那种癌症就是说 你用多大的智慧下去 你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危机的 所以不是每一个危机都可以把它处理掉的 我认为今天在政治上来讲 这个问题 马宋的问题 国民党跟亲民党这个问题 我都不可及了 我现在坦白讲我是变得很悲观 因为变得很悲观 所以我只能很务实的去说 至少是不是大家做到一点 比方讲难听 不出恶言 不出恶言 那大家就做君子 对不对 这很难嘛 国民党现在可以不出恶言 因为他现在要尊重 亲民党怎么可能不出恶言 不出恶言你的正常去哪里了 他一定要讲出一番道理 他才有正当性 其实亲民党已经讲过 祸国殃民 黑金沸腾 诸如此类 宋淑也有讲过 我认可人或认可党 讲诸如此类这样的话 那已经后期了 在选举中是不是要付出代价了 我只能这样讲说 我要求双方至少聪明一点 大家都大风大浪 有智慧的人 不需要去讲互相伤害的话 因为讲互相伤害的话 就某点来讲 我这样说不好意思 对民进党是最有利的 尤其国民党现在是比较大的党 你这比较可能会当选总统的这个党 那你当然就要忍住 要强忍 坚持白忍 这话谁说的 宋淑宇 蒋经国 是不是 阿港博就这样跟我讲过 明明知道那次的总统大选 他是绝对不会当选的 可是就是一定要很努力 很乐观的 而且遭受非常大的压力 你知道当年国民党是 李登辉是 情治特务所有信任都在他手上 那个阿港博的压力 我们那个团队压力压是最大 有一天在一个车上 我就在中山北路的时候 阿港博就拍了我一下 我的腿就给我讲一句话 政治就是要强忍 忍耐是不够的 就是要忍下去 我要怎么跟国民党的朋友们讲 我们现在就只有强忍 当然选举能赢是最好 但是有的人参选不是为了赢 选举本身他还有很多其他的附加价值 跟意义存在 包括说他有理念的宣传 你说像这个绿党 他明明知道他连5%都过不了 可他每一次一次二两次三次 他都投入那个选举 他无非是希望他的价值观 可以更让多人认同 所以包括这个我觉得宋楚瑜先生要不要参选 要参选什么这都是他出于个人的选择 我觉得其他人不必要指指点点 更何况我们其实以前1996年第一次大选 就已经这么多组人马参选 当时也没产生今天这种情况 也没有人说你把李登威拉下来 那个林阳港 郝伯春 你们就不应该 你们这个是这个什么 摧毁周华民国 怎么对得起蒋新国先生 当时都没有人讲这种话 包括郁慕明先生在内 可是今天为什么到此时此刻 大家都用这种态度 去面对有一个想参选政党的人 就是宋先生嘛 对不对 我个人是觉得2008年宋先生没有发挥效应 也没有人去骂他 大家还觉得他很似大体共体时间 只因为他把亲民党全部给献出来了 可是这样的结果是 马英九也没有特别因此做得更好 如果他因此做得更好 他已经当选了 然后这三年这个局这么大 立法院四分之三 这个党政军无愿通通他一把抓的时候 照理说根本没有人可以撼动他 结果走到今天 我们居然在检讨宋楚瑜跟亲民党 这不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状况吗 好 林医长 不这样讲 我在这里我就要替马政府辩论一下 我希望那个家经很清楚告诉我 你就说你国民党哪个地方 犯了非常大错 我要先讲 每一个政府都会犯错误 我到现在为止中外估计 没有看到一个不受批评 没有犯过错的政府 你要告诉我在大方向 譬如说你觉得外交他犯了什么大错误 你觉得他国防犯了什么大错误 譬如说两岸关系最重要 你如果他犯了什么错误 当然你听我讲经济 那我要告诉你 你要先告诉我全世界下哪个国家的经济是好的 何况我们不是只有金融海啸 我们还加上个巴巴水灾 干掉我们政府2000亿的预算 所以我们经济目前这样一个表现 我认为至少国民党可以理直气动地讲 比起其他国家来讲 我们是差强人意 所以你们现在为了选举 把马政武讲到真的像无能 讲到说什么都不行 我真是不认为如此 讲得好 将来给你麦英九好 不是 我来回应一下预方刚刚的讲法 因为预方是有亲民党的背景 那这件事情有亲民党背景的国民党公职人员 特别为难 也特别热心要去把它抹合 那所以他们讲话都非常的婉转 也尽了很大的心力 但是我以这个旁人的角度来给你参考一下我的看法 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尝试都不会成功 当然没有授权 没有主要的代表的成分在内有关系 但是主要我认为是要的一方难以其空 可以给的一方无从承诺 那他跟一方刚才说 这个旧危机来讲 这个已经是好像得到癌症 什么癌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癌 就是这个癌嘛 这个叫黑白痘嘛 肝癌嘛 肝癌嘛 肝癌 肝癌 这就是肝癌 肝癌啦 肝癌啦 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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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好不好 关爱 我们继续来讲 回来